市場上最近也很熱 確關心的一個議題就是 因為最近AI股真的是漲蠻多的 即使今天我們錄影的當下 當然電子五個略有回檔 可是有一些還蠻活蹦亂跳 有題材的中小型的AI股 也是呈現大漲的情況 比如說像有一些散熱的啊等等 所以呢我想請教慶榮老師的是說 我們之前在節目裡頭也討論過 這一波外資針對AI概念股 已經把本益比調高到20倍左右 但有些人覺得好像太多 但有些人也覺得太少了 國外都已經像NVIDIA的本益比 來到160到180 所以是不是可以教教觀眾朋友 到底AI概念股的本益比要怎麼拿捏 其實本益比不是亂喊的 它是有財報的公式可以當作依據的 那首先我先跟大家解釋啊 在財報分析中有一種計算合理股價的方式 其實就是EPS每股稅後盡利 然後乘上本益比的倍數 得出這個合理的股價嘛 就假設一家公司它的EPS可能是6塊錢 那它合理的本益比是10倍 那6乘上10 那它合理的股價就是60塊錢 那今天如果它股價能夠上升 只有兩種方式 一種就是EPS上升 另外一種就是本益比被拉升 最後股價都會得出上升的結果嘛 那這一次我們看到台股中的很多的一些 不管是電子舞歌或者是一些跟AI概念股有關的一些各國 有一個蠻明顯的特色就是EPS啊 並沒有出現大幅跳升的內容哦 它可能要期待明年吧 但是它的股價卻快速的跳升了 那股價能夠快速跳升 在EPS不變的情況之下 唯一的關鍵其實就是本益比被拉升了 那本益比如果從10倍被拉升到20倍 那它合理的股價就會從原本的60塊變成120塊 那我們看它現在目前很多的電子舞歌 或是一些重量級的一些電子股 它的股價幾乎快漲一倍 關鍵不在於EPS的拉升 關鍵在於本益比的拉升 那本益比要被拉升到多少啊 並不是用喊的 其實它是有個財報的公式去給予它適當的本益比 那要如何去決定一家公司的合理本益比呢 其實有一個財報公司裡面的PEG 這個簡稱這個PEG的這個股價盈餘成長比 其實它給了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答案 那只要這個股價盈餘成長比落在一倍 就是合理0.5倍是便宜 然後兩倍是昂貴 那它的公式計算的方式 就是用一家公司的預估的本益比 去除以預估未來五年的每股盈餘成長率 那大家了解了這個公司之後 我們就來假設 假設一家公司啊 它要能夠有20倍的本益比啊 那它必須得建立在什麼 建立在它預估未來五年 每股盈餘成長率落在20%的條件上 沒錯 這就剛好就是20除以20就等於1嘛 那這個觀念其實是由英國投資大致 吉姆史萊特率先提出來的 後來由美國投資大師彼得林區 在他的選股戰略這本書中有特別提到 一家公司它合理的本益比該怎麼決定 攸關在他的未來預估就是他預估未來五年的 每股盈餘成長率可以來到多少 那如果能夠來到20%以上 他合理的本益比就會落在20倍 那如果他跌到了只剩10倍的本益比 就是這個就變成0.5嘛 就會變成是便宜 就會變成這個跳樓大拍賣的一個價格 那剛才彥莉有提到說現在很多法人啊 都把一些電子五格的本益比拉到20倍 那合不合理 對 清華老師你覺得合不合理 關鍵就來自於他未來五年的 每股盈餘成長率有沒有辦法達到20%嘛 那目前我有看到一些研究的報告嘛 那其實我覺得可以提供給大家一個思考的方向 那如果這些電子五格啊 把它歸類為雲端概念股啊 那它的合理的本益比大家就落在17倍 那怎麼計算出來的呢 其實是我們是引用 外置摩根史丹利的一個預估 他認為全球的雲端產業啊 從2023年到2030年 會將出現年複合成長率17%的速度成長 然後2023年雲端產值 將從5240億美金成長到2030年 達到1.614兆美金 所以有了這個2023年到2023 有了這個2023年到2030年年複合成長率 來到17%的這樣的預估之後 那只要是雲端概念股 它的合理本益比就會落在17倍 那便宜的本益比就是除以2嘛 就是8.5倍 那了解了這個本益比之後啊 那我們來決定EPS 那我們就可以試算出什麼 試算出廣達 偉創 音業達 鴻海跟台大電 它如果被歸類為雲端概念股時候 它的合理的股價會落在哪裡 便宜的股價會落在哪裡 喜歡剛剛分享的內容嗎 別忘了按讚 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超前部署的最新內容哦